以哈冲突一个半月 似乎是出现降温的迹象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是透露 已经和以色列达成了停火协议 但双方都没有透露协议内容 至于释放人质的谈判 美方也表示有取得重大进展 不过以色列的人质家属在20号呢 和以国的内阁会谈后 对于政府的营救态度是相当不满 以哈德加萨冲突已经一个半月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 对路透社发表声明 透露已经跟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 但双方都没有提供协议的详细内容 而居中协调的卡达 也没有提到包括人质交换 或停火等协议细节 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总统拜登 之前表示加萨走廊人质或是 即将达成协议的说法 白宫方面20号也做出回应 根据以色列统计哈马斯的袭击总共造成一千两百人死亡 堪称以色列版的九一一事件 如今一个半月过去遭哈马斯绑架的近两百四十名人质家属 二十号会面国会议员与以色列的战争内阁 对政府之向歼灭哈马斯 却没有把人质安全放在优先顺序的态度 家属们相当不满 而以色列地面部队上星期声称 在加萨的西法医院内发现哈马斯的武器后 二十号又声称在加萨北部的清真寺地底下 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制造场和隧道竖井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 十月七号至今 有近一万三千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 其中包括至少五千五百名儿童 而以色列二十号公布一段影片 显示以色列士兵协助早产儿 从西法医院撤离到埃及 二十八名疏散到埃及的早产儿中 有十多名情况危机 此外世卫组织也担心加萨的民众 在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生存 恐怕会有感染疾病的发生 公事新闻沈璐沛编译